2016年,已经寻找女儿17年的李云,突然接到了宝贝回家寻亲栏目的电话。 李云女士,我们可能找到了你的女儿,你能来确认一趟吗? 听到工作人员这么说,李云激动得双手颤抖,立马放下手上的东西,来到了宝贝回家的总部。 工作人员告诉李云,通过户籍登记系统发现了一个跟李云女儿媚媚情况十分吻合的怀疑对象。 更让人诧异的是,李云的女儿媚媚现在的居住地距离李云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中间只相隔了一条街,透过窗户就能看到。 如此近的距离,李云夫妇却苦苦寻找了17年之久,为了找到女儿,李云夫妇散尽家财。 只要是有关女儿的信息,李云不管多远都会跑过去辨认,可是辨认了17年,迟迟没能如愿找回女儿。 即便是散尽家财,李云也不后悔,究竟李云为何如此执念呢? 除了因为媚媚是亲生骨血外,也是因为李云对于女儿媚媚心存愧疚,女儿媚媚是在李云眼前丢失的。 1999年7月的一天,李云夫妇像往常一样在摊位上卖鞋子。 没想到,摊子刚刚支起来,就有好几拨人来买鞋子。 看着源源不断的生意,李云就对脚边的女儿媚媚说, 你乖乖坐到一边,等会妈妈给你买好吃的。 乖巧的媚媚,当即点点头回应妈妈。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李云的生意迎来了一次大爆发,忙得顾不上其他的李云,好不容易闲下来,一扭头却发现,女儿媚媚不见踪影。 吓了一跳的李云夫妇,赶紧四处寻找女儿,可是沿着街道找了很久,所有人都说,没注意到媚媚去了哪儿。 找了一天还没找到,回家的李云也意识到,女儿已经被抱走了,李云心里慌张又害怕,一个人躲在卧室,哭得不能自已。 为了寻找女儿,李云翻出了家里的全家福,冲进影音店打印寻人启事。 此后的17年时间里,李云忘记自己印了多少张寻人启事,也不记得自己跑了多少次外地,可是始终没有媚媚的音讯。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云得知有人通过网络找到孩子,并且把孩子带回了家,李云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女儿。 只是上天却给李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女儿居然就住在街对面。 更让李云难过的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儿,女儿却拒绝认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贵州夫妇小女儿三岁被拐,夫妻两人苦寻17年,为了找人散尽家财,好不容易找到女儿。 谁知女儿不仅不做DNA检测,还不愿意与亲生父母相认,这究竟是为什么? 宝贝回家节目,帮忙找到可疑对象后,也询问李云想不想跟女儿见面。 尽管在之前的17年时间里,李云夫妇跑遍全国,辨认了无数孩子。 但这一次,李云夫妇胆怯了。 李云虽然迫切地想要跟女儿见面,还是对工作人员说, 这么多年没见到女儿,不知道她愿不愿意见我,明明住得这么近,会不会恨我把她丢了? 明白李云夫妇的担忧,工作人员也不忍心母女两个有隔阂,于是提出一个中立方案, 那就是由工作人员先去接触李云丢失的女儿美美,开解美美与亲生父母见面。 很快,宝贝回家的先前队,带着李云夫妇的期盼,敲响了一个名叫贾敏的20岁女子的家门。 看着陌生的工作人员,贾敏感觉一脸莫名其妙,得知对方希望自己做一个DNA鉴定, 然后跟亲生父母相认,看似柔弱的贾敏却表现得很反常。 贾敏冷静了一下后,只是平淡地回复工作人员,我不愿意,我不想见他们。 听到这个答案,工作人员十分地诧异,贾敏现在住的地方看起来很破败,并不像是生活得很好,为何不愿意跟亲生父母相认呢? 其实贾敏不是不愿意相认,而是不敢相认。 从很小的时候,贾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可是命运弄人,从小跟养父相依为命的贾敏生活得并不好。 十几岁的时候,贾敏养父曾经捡回家一个女精神病人,说要当媳妇过正常夫妻的生活。 本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多一个家人的贾敏,却没想到, 没几天,女病人的家人冲进家里,对着养父拳打脚踢,还将养父给告了。 最终,贾敏养父因为拐卖妇女罪被判了十多年时间。 自从养父进去后,贾敏的生活一落千丈。 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贾敏跟一个社会青年结婚了。 谁能想到,这个才二十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贾敏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每天要卫生计奔波,不管是钱还是精力,贾敏都没有。 因此,即便是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贾敏也没办法去找自己的亲人。 贵州女孩三岁被拐走,父母苦寻十七年,意外发现亲生女儿就住在街对面,谁知找上门后,女儿却拒绝相认。 明明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为何女孩宁愿受苦,也不愿意跟亲人团聚。 最终是什么打动她,同意认亲的呢? 2016年,宝贝回家节目,受李云夫妇委托,找到了一次丢失女儿美美。 当工作人员来到如今的贾敏家时,看到的是一个眼神里充满了疲累和沧桑的女孩,根本看不出二十岁女孩的影子。 面对工作人员提出的认亲要求,现在的贾敏并不愿意。 眼神冷漠的就像是工作人员找错人一样。 为了帮助李云夫妇一家团圆,工作人员还是决定做做贾敏的工作,让贾敏接纳缺席十七年的亲生父母。 工作人员对贾敏说,她不是被欺养,而是三岁的时候被拐卖的,这些年李云夫妇并没有放弃寻找,担心女儿找不到家,李云还将房顶刷成了红色。 因为李云知道,红色最醒目,只要女儿想起来,找回来,第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家,说不定就能早点团聚了。 原本无动于衷的贾敏,听到工作人员这么说后,终于有了一点回应。 于是工作人员趁热打铁,你知道吗?命运也许早就想让你相遇了,你爸妈就在街对面那个红房子等你, 他们没搬过家,也没翻盖过房子,就是害怕你找不回来,你现在透过窗子就能看到。 透过窗子看过去的贾敏,也被家人的细心感动了,看着房子眼含泪水,也终于说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 原来,贾敏养父当初把贾敏抱回家之后,对贾敏还算是不错,可是养父就是因为太穷娶不起媳妇才抱养的贾敏,因此贾敏的生活十分的贫困。 好不容易到了十几岁,贾敏养父又因为拐卖女精神病被判了十多年时间,自从养父被关进去,贾敏生活质量一落千丈,没钱之后,贾敏只能辍学打工。 由于年龄小,贾敏认识了不少社会人士,混了几年日子的贾敏,遇到了一个同样混日子的打工仔,两人就这么凑在一起结了婚,贾敏婚后生活也很辛苦。 稀里糊涂地生下两个孩子,生活都被孩子填满了,为了照顾家庭,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赚钱,家里的一切都落到了贾敏肩上,生活磨灭了贾敏眼中的光。 听完贾敏的故事,工作人员也唏嘘不已,不过说开之后,贾敏对于认亲也不再排斥。 很快,李云夫妇就跟女儿见面了,看到如今的贾敏,李云哭得不能自已,完全不敢想,自己才二十岁的女儿,为什么会比大几岁的姐姐还要苍老,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活力。 当李云把贾敏带回家后,李云告诉贾敏,你的房间我们一直留着,这里的摆设也没有变过,你有印象吗? 贾敏观察了一番后,露出了认亲之后第一个笑容,这里我很熟悉,我有印象, 我其实不是没想过找你们,我记得父母是卖鞋的,可是街道变化很大,我找不到。 听完女儿这么说,李云抱着贾敏,失声痛哭。 为了不留遗憾,工作人员还是带着双方来到节目组走流程,经过亲子鉴定发现,如今的贾敏正是李云夫妇的小女儿。 在节目现场,李云也告诉了工作人员一个秘密,其实她回去那一天,我们就知道,她肯定是我们女儿。 有一个秘密,我们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就是女儿脖子后边有一颗痣,那天我就看到了。 确定亲子关系后,贾敏一把抱过母亲,妈,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就是美美,丢了17年的美美,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感谢你们不离不弃,也感谢栏目组的帮助。 美美终于终于找到了家,回家后,李云为女儿准备了一碗长寿面。 美美一口口吃下父母对自己的期盼,就像是三岁那年妈妈经常为自己买的炸鸡一样。 其实像美美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怨天下无拐,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分离一个家。